HELLO 大家好啊 這裡是GOOBO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亞服全新活動千年之首 這次是虛左之南和SP荒的半生活動 活動分為兩個階段 本期主要針對第一階段做介紹 當進入活動主介面時 由左至右會看到 探索、劇情、戰鬥 那右下角三個是對譯 花核戰與獎勵商店 中間的劇情跟往常一樣是沒有獎勵的 有興趣的可以過去看看就好囉 第一個玩法 月之海 獎勵方式石頭國通關後 根據評分發放不同數量的月之藥 並且能夠使用月之藥來開啟寶箱 每天能打開30個 商店每天也能額外購買20個 需要花費100個勾玉 進入副本後系統的荒將取代陰陽室的位置 開局可以選擇5個試身 選擇後在結算前就無法更換 類似於之前的SP大蛇活動 一樣是沒有遊玩次數限制 不過就算只帶系統荒 也可以順利通關 隨意也能直接帶白蛋 進入月之海後 途中會遇到不同的事件 可以善用右上方的小地圖 每個標誌都有些特定的玩法規則 包括戰鬥事件、商店以及寶箱 戰鬥事件在擊敗妖怪後 將可以獲得對應的獎勵 戰利品分為技能、祕寶、至神 這邊建議直接選擇技能來提升荒的強度 最多裝配4個技能 如果拿到重複的技能將會自動升級 每個技能最多可以升至5級 秘寶獲得後將會自動裝配 戰鬥的時候就可以立即使用 然後就是獅神 可以從你的獅神錄之中 挑選一位進入月之海 再來是商店 可以消耗萬象鈴來購買技能和治療獅神 在走到20步的時候 就可以到達最終站的BOSS、閱讀 難度不會太難 打完閱讀或是提前結算 將會獲得一個評級 那評級越高獎勵會越好 接著是神五行 這裡包含了劇情副本 和爬塔兩種玩法 建議一開始先去過劇情副本 拿爬塔需要的BUFF 提高爬塔上的效益 BUFF可以在下方的巨雷之池查看 打到的雷光金石 可以增加爬塔上的技能極屬性 那滿極屬性只需要150就可以了 比較要注意的是在Q版許左這邊的技能 只有在劇情副本才有效果 劇情副本會隨著時間開放不同關卡 關卡分為簡單和困難 首次通關可以獲得獎勵 玩法並不會太難 只要使用虛左消滅路上的敵人和BOSS就可以通關了 如果不小心死掉 可以消耗30體力來復活 途中可以獲得小夥伴一同戰鬥 別忘了還有小寶箱可以開哦 風暴試煉就是本次的卡塔啦 一開始進入的時候可以打附近的小蛇 擊殺累積上方的黃色進度條 能夠獲得一些小獎勵 每天會贈送50個活動體力 想要獲取更多的話 可以每天在商店用100個鉤玉 購買20個帕塔活動體力 還可以自選掉落育魂 也能夠用體力刷999次 不過育魂掉落就是隨機的了 然後這次能夠使用櫻柄掛機 另外這次的趴塔 有5倍效率掉落的選項 開啟這個選項 可以使用5倍的雷神氣印道具 並且一次消耗5張活動門票 或者是30點體力 來獲取5次獎勵 可以使用5倍的雷神氣印道具 每天可以使用1000勾玉購買200個 這次一樣可以借用別人的四神來幫助通關 並且無限制次數 對於萌新或是練度不高的洋洋鼠來說 可說是一個福音呢 再來要介紹的是高天眷禮 類似花河站的玩法 這次有課金限定的專屬活動主題外觀 黑蛋碎片、活動道具等獎勵 這部分就看個人的喜好去購買就好了 那不課金的話 還是能獲得免費的點觸效果 跟專屬明欄 以及其他的活動獎勵支援 最後就是活動商店 有這次限定的白木鬼皮膚、頭像框、插畫 以及大家又愛又恨的四神召喚券一張 建議大家開完召喚券再去抽卡 說不定可以抽種想要的四神 另外還有四種類型的支援寶箱 1點燃 1點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么本期的千年之首活动玩法就介绍到这里啦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也欢迎帮我订阅、按赞加分享哦 感谢你们的观看 那么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